大家好 我是辰芒 我是马云 我们今天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了 对 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龙胸后坐飞机 会爆炸 有网友问我 对 我想龙胸后 我听说以前流传过什么 坐到龙胸后 在飞机上爆炸 到底到底到底是否爆炸 明确回答一下 这个是不会爆炸的 或者说你就根本没赶上那个时代 对 现在的龙胸的甲体 不管是光面的毛面的 水滴的 球形的 材料都是以硅胶 作为材料 这种材料就是 耐高温 耐压 内压 内拉 有压力 拉扯 不可能爆炸 放心 它不会爆炸的 我们可以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 以前 我们曾经有一个令我非常难忘的客人 很奇葩的 就觉得在他身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来韩国做龙胸修复手术 是 他以前在中国在一家整个医院做过龙胸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是 可能花了六七千块钱 做龙胸 来这做修复 当时我们接待呢 当时也让咱们看 是 现在这个诡异现象在什么情况 就是 然后我这个胸甲体在里边能翻转 我都不相信 对对 是吧 他当时就不相信 这东西应该是不会动 他当时把衣服脱上我们看 我就看 我就摸着 你这个甲体在里边翻转 甲体在里边翻转 我说这太可怕了 对对吧 是 到这种情况下 甲体在里边从这样 那肯定做到 对吧 手不过去 他手不过去 他这样也是坐飞机来的 对 从中国坐飞机来到韩国 是的 做什么时候 这也没有爆炸了 对 没有的 其实说各位不要担心 对 甲体龙胸壶不可能爆炸 对 不可能 对 说韩国人用的甲体都是最先进的 是的 现在的甲体甚至它都不可能会破裂 对 对压都压不破 对 除非是你拿着甲体用刀子拉它一下 对 那它会给它割开 不会破裂的都 割开的话 我们试过一次 对 拿一个甲体给它割破 对 你挤一下 对 里边都是整体的 整体就出来了 你一送它 里边又进去 对 是这样 所以说不用担心 现在的质量特别好 质量特别好 质量特别好 特别好 所以不用担心 以前曾经用盐水袋做东西 盐水袋它有波动感 是 指数里边还有波动感 现在韩国也有 我所知道的整个一条街上有一家医院 还做这些手术 还用这个 还用这个盐水袋 他说它技术很熟练 是 我当时见院长说 我回来 对吧 用盐水袋恢复波动 院长说不可能的 对 也说是不可能的 但是盐水袋它做胸的话 这院长做的方法的 它这植物 它是从肚脐脸开的口 一般我们所了解的那些植物 做龙胸手术 从叶下 对吧 乳云 乳云 乳下 往下边缘开的小口 人家这个盐水袋龙胸是从肚脐脸 肚脐脸开口 一个放这边 一个放这边 它是独特的手术 给大家聊这个事 院长当时也跟我说了 不可能爆炸弹 对吧 不用担心 不管你受到什么压力 压力环境下 一般在人体里边受到的 高压低压 不会的 不用担心 所以这个话题毋庸置疑 不用担心 不会爆炸 对吧 好吧 很简单 对 拜拜 拜拜